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请来业内人士跟大家说一说 演播室我们请到了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朱娟处长 欢迎朱处长 同时我们请到了2021年全国十家农民 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 欢迎敏芳 现在咱们合作社有多少水稻啊 我们自己的种植面积是3000多亩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是从社会化服务 为周边的老百姓来做这个种植的托管化服务 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的周边带动性可能更有效果一些 就是托管服务是吧 对对 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 超过了10万亩 带动农户数量应该说也超过了1万户 这个规模还是不小 现在已经收割了多少了水稻 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中道收割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么我们的晚道也已经在开始整个的一个收割 预计是在这个10月下旬应该是可以全面结束 今年这个天气偏暖是吧 是不是收割也是提前了一些 是的 跟去年同期相比较而言的话 应该说是提早了10多天 朱首长您先跟我们说说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水稻 米方水稻晚道都开始收割了 那么从全国来咱们来看 就是全国的秋凉作物主要包括哪些 您先跟我们说说 秋凉作物主要是这个玉米 中碗稻还有大豆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春小麦和杂粮杂豆 这里面的玉米大概占了52%左右 中碗稻占了37% 大豆占了4% 大家就很关心一个问题 夏凉和早稻都丰收了 但是我们知道像河南等地遭遇了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 那么这种灾情对全国的秋凉生产有多大 确实这个正如您所说 今年这个极端天气比较多 局部呢像河南这个灾情确实比较重 但是整个全国面上的灾情总体偏轻 这里呢有两组数据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这个重灾区的 重灾区的面积呢 占秋凉的整体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今年受灾比较重的 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区域 一个是河南这个受烙 另外一个就是西北的受汗 那河南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720这个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呢 造成河南这个农作物受灾是1500多万亩 其中秋凉呢是1100多亩 占到河南秋凉面积的是14%左右 但是从全国来看 它仅占全国秋凉面积的1%左右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大家一想着河南它是粮食生产大省 但其实从秋凉这个角度来看 它的占比在全国的占比并不高 对 是的是的 而且河南的秋凉呢 还有6500多万亩没有受灾的秋凉 这部分作物呢 长势不错 可以做到这个以风不欠 另一块区域呢 就是这个西北的受汗的区域 西北这个陕西甘肃宁夏 今年汗勤比较重 受汗面积最大的时候呢 达到了1900多万亩 这个呢占到全国秋凉面积的 大概1.5%左右 但是这里面呢 这个因为它西北 这个杂粮杂豆的占比比较高 所以它是属于这种低产作物 对整个全国秋凉产量的影响 也是很有限的 那么除去这些受灾的地区 其他的整体上来看 没有受灾的地区涨势怎么样 在秋凉这个生育期内呢 大部地区啊 光温水匹配比较好 就没有发生这种流域性的 区域性的 大范围的汗老灾害 从我们调度的情况呢 是6月以来就是秋凉的主要生育期内 是近10年同期来这个受灾 是最最轻的一年 特别是这个东北地区 今年雨水多 这个旱晴非常轻 也没有发生像去年秋收前 这种连续三个台风的袭击 所以这个东北今年 这个是个大丰收年 那从这个米方那边的 自己种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 你们今年的水稻种植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因为湖南也是水稻种植大省 其实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 今年的早稻呢 倒是碰上了这个稻春寒 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化种植啊 就是科技新农嘛 就是我们采用的这个汉地育秧 就是有效地保障了这个秧苗的品质 我们是有效地防范了这个稻春寒的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的产量来讲 没有造成影响 那朱处长啊 您就跟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今年秋凉丰收的主要原因都包括哪些 今年秋凉呢 克服了这个局部极端的这个洪涝 干旱以及病虫害 重发等等不利因素呢 再获丰收非常不容易 今年这个秋凉面积啊 在去年已经增加了 870多万亩的基础上 今年进一步增加 达到12.9亿亩以上 这是奠定了丰收的一个基础 今年国家继续实施这个倒股小卖最低收购价政策 而且呢 把这个最低收购价呢 提高了一分钱 此外呢 扩大了这个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的资金的规模 还首次安排这个一次性重粮 实际重粮农民补贴 资金总额呢 达到200亿元 直接支持粮食生产的扶持政策 资金规模呢 也进一步扩大 我们是统计了一下 是增加了60多亿元 部里面在关键农食 派出了20多个专家组和工作组 赴这个主产省 指导这个生产 在河南洪涝灾情发生后 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农业抗灾救灾 农业农村部第一时间组织专业力量 指导抗灾救灾 调用2000多台抽水泵 组织5.8万农机首 帮助重灾区抽牌田兼积水 派出22个专家小分队 带物资 带技术 蹲点指导灾后改种补种 协调周边省份 圈赠救灾种子等文资 满足灾后改种补种的需要 绝收的500多万亩秋凉 有一半进行了改种补种 挽回了部分损失 在秋凉收获时 黄黄海地区遭遇极端天气影响 特别是山西陕西等地 红闹灾情严重 农业农村部立即组织专家组 指导当地抢收强种 黄黄海地区的秋凉作物 主要是玉米 据农景调度 截至目前 山西秋凉收获进度三分之二左右 陕西秋凉收获进度四分之三以上 粮省反应 十一强项已发生的时候 粮省秋凉产量已基本形成 灾坏对产量影响是有限 农业农村部宣布 今年秋凉增产已成定局 秋凉面积稳中有增 目前收获已近八成 近期的联谊与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 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 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刚才米方也提到了 就是在你们这个合作社 种这个水稻的过程当中 也遭遇了这个稻春寒的影响 跟往年相比这个影响大吗 跟往年相比较而言的话 今年的这个稻春寒的影响 还是偏大的 但是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种科学性的房子了 就是基本上 还是得到了有效的这种控制 怎么去防止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预秧的时候 就是我们省厅啊 就是推广这种大棚类的这种预秧 就是防止这种低温冷害 然后在这个预秧的过程当中 现场的一个技术指导 怎么去喷湿一些 就比如说磷酸二型甲呀 或者云胎素啊 去增强这个秧苗的这种抵抗力 他刚才提到这个集中预秧 这个汉地预秧这项技术啊 其实这个湖南是这个近些年来 一直在大力推的一项技术 这是一项非常好的 这个防灾减灾 稳产增产的一项技术 一个是这个 它这个能够这个预防 这个稻春寒 这个因为预秧环节 是这个水稻生产环节 可能是技术含量相对来说 比较高的一个环节 三月份的时候 正是这个容易发生稻春寒的季节 所以冷害的影响就比较大 对 所以就是由他们来这个统一进行 集中预秧的话呢 它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些灾害 然后促进这个秧苗质量的提升 俗话说 对 秧好一半到 就是你就是把这个预秧环节做好了 相当于你一半的产量 就已经拿到手了 对 就是要讲这个很形象 确实是 其实也是充分发挥 咱们合作社的作用 这一加一货能源它做不了 对 一方面还省了秧田 湖南通过今年通过这个 推广这个汉秧秧啊 这个秧田面积就能节约十分之一 这样就相当于就 扩大了大田的这个灾差的面积 对 我知道这个敏方来之前 他还特意拍了一段视频 就是收割 在大田里收割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进度 我们也做了一个短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找到我们已经丰收到手了 现在我们收割的真是中道 就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丰收已经成定局 董敏方说 他们合作社虽然没有种植中道 可由他们提供社会化服务的面积 近两万亩 不仅中道丰收已成定局 碗道也丰收在望 这是我们合作社的碗道田 从目前的长势来看 与去年同期相比较一样 增加20%以上的产量 董敏方说 今年他们合作社的5000多亩碗道 和他们服务的4万多亩碗道 再有几天也成熟了 他们已经做好了收割的准备 合作社全年服务的粮食种植面积 十多万亩 全面推进绿色粮食产业的标准化 工厂化 数字化生产 实践了从普通种粮 向智慧种粮的转变 形成种粮大户 加合作社 加农户的绿色水稻生产 加工销售利益连结模式 从种 管收 到烘干 仓储 一条龙 机械化服务 助力粮食丰收 这是当时收割中道的时候拍的 对 那段视频 现在正在收割碗道了 你有没有预估一下 今年的产量会怎么样 今年的话 我们的碗道的产量 应该在1000斤的左右 就是说 中道的产量 大概在1200多斤 亩产 因为我们的话 就是双季 就是早晚两季 早倒是一季 晚倒是一季 因为它整体说 今年的产量 比去年统计相比 是增长20%以上的 这个增幅还是不小的 因为去年的话 我们有一个寒露风 所以提前的到来 对于去年是 9月12号的第一波寒露风 而今年的话 我们是没有碰上寒露风的 面积比去年有增加吗 面积的话 我们的早道面积 是有增加的 就是我们通过 旱地预扬 所以早道面积 是增加的 晚到的话 就是正常的面积 就是持平 那么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产量是大的丰收 大的丰收 那么你觉得 从你的这个体验 就是目前的这个 涨势情况来看 今年丰收的原因 主要是什么 从科学技术的一个提升 从这个国家政策的 一个这个支撑 还有一个 就是从我们的合作社的管理 细节 这方面做到好 就是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 球粮的丰收 是有很大帮助的 你给我说细一点 就是比如说 政策的帮助 都体现了哪些方面 你想受了哪些政策 你比如说 像国家政策 这个方面 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双击道 有双击道的补贴 你像我们的育秧 有育秧补贴 你像我们今年 因为化肥的这个涨价嘛 国家又特意拿出了 另外的经费 来支撑我们的这个 中晚道的这个肥料的这个补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刚才美方也说到 这个今年湖南 这个抓粮食生产力度特别大 从这个湖南省 农业农村厅调度的情况 今年湖南各级财政 支持这个粮食生产的 这个资金呢 达到30亿元 而且他们全省搞了一个 耕地抛荒三年行动 对 你参与这个行动当中了吗 参与了 我们应该说 从这个省级层面 往下的话 就是市县 乡政啊 都是全部调动起来 包括春委会 你比如说 你刚才提到的 国家针对化肥涨价 专门给咱们农户发放了 全国发放200亿的补贴 你现在已经享受到 这些补贴了吗 都享受到了 拿到了多少 像我们的话 在湖南的话 差不多就是 每一亩低的话 就是补贴的肥料费用 大概是20块钱一亩 就是按照政策要求 都已经下发了 对 全部都已经 到我们的账上了 你刚才提到的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科技 是吧 对 你觉得科技 在你重量当中的 带动作用都有哪些 尤其是这些年的一些 典型的一些表现 就是我们机插秧的 机械化作业率 也在不断地提升 就是我们湖南省出台 这个以不短板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薄弱性的 一个环节点 就是机械化预秧 插秧的这个环节 就出台了 就是相应的一些政策 来促持我们这个 短板的地方的一个提升 通过这个机插秧的话 它后续的这个 病害就要少很多 我觉得这个农业的发展 一定是这个 这个像之前是 面朝黄土 背朝天 现在是我们面朝屏幕 背朝云 就是我们说的云 就是云数据嘛 云平台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合作社 也做了900亩的 智能灌溉 就是说可以通过 我的手机APP 就是直接 我现在人在北京 就是在这演播厅里面 我需要开水关水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我的手机 来自动控制它 确实就是说未来 就是说可能也是 这种发展的方向 我在最后再问 敏方一个小问题 是不是咱们这个 全国十家农民 这个不但是精神上的奖励 是不是还有那个 拿到奖金了是吗 是的 奖励了多少啊 10万块钱 10万块钱 对 有没有计划准备 把这笔钱拿来做什么用呢 就10万块钱 我们主要是用于 培训学习 就是提升我们这个合作社的 这个整体的这个管理啊 和技术性水平 在合作社里搞培训是吧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说 要再多买点农具啊 这类的 农具的话呢 我们肯定也会做增加 但是 但是10万块钱估计不够 我觉得就是用在刀刃上面吧 就是更好的去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 那我想其实今天我们谈粮食丰收啊 那作为我们每一个消费者 就是珍惜每一餐饭 每一粒米 就是我们身体力行的去节约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粮食安全做出的一种贡献 好 谢谢两位 谢谢朱处长的分析 也谢谢米方带来的丰收的经验的分享 谢谢两位 好 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三农三人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